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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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叔叔 坦克回来了 康梅 文长 坦克牺牲了 坦克 不可以 不可以 他可没有这个负质啊 忘了他吧 把我给你的血 还有把负血筋 都不给你 这次把把血 我把你拿出来 我可以给你 好 我可不可以 你 我可以 你 你 我可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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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 寶寶 寶寶 寶寶寶 寶寶 你为什么这样对我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为什么这么对我 孩子 你说你为什么这样对我 大哥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你回来就娶我呢 你说你回来就娶我呢 你怎么就不回来 你为什么不回来 妈 妈 我身是复嫁的人 死是复嫁的儿子 这辈子 我除了堂哥 我深远不加 你听到没有啊 堂哥 你听到没有啊 可未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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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政委 保重啊 放心吧 我没事 礼阁当兵的事 交给你了 你放心 我回去以后 就想走出汇报 你看 你怎么还都知道 你怎么还 본我 好 不得有齐gu面 可未有什么 就是走几桌 我个人都找你了 快八千万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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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ppearances 就做好了一生的穿衣 他让你穿上这尺军装 替他担负起宝贵祖国安全的责任 不管成也不成 从现在起 你的生命已经不属于你了 而是属于这个生你养你的国家 知道吗 知道了 爸 陪陪你妈妈去吧 距引你 停滚水 三角 海里迪 clothes 爵 延 最大 凭什么病毒可动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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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不是我儿子 我才懒得他 既然康美认准你了 那我就把他交给你了 傻小子 还愣着干吗 你快谢谢 谢谢盛叔 给你爹争口气 是 哥 我出去一趟 这么晚了 你要去哪儿啊 张部长晚上 托和老魏两口子复婚 那我和老郑去一下 傅子刚 你还是人吗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有心思管这种闲事 这不是现实 这是工作 你出这个门 我就跟你离婚 你说啥 我说到做到 我能不能说 我来试图 你会让我来试图 我来试图 我来试图 伞周五 骅 salah 今晚他用码包子 胜 nerve 哈 胜性 他之后 渐并出生活 确定 我叫中学 dein生 劳定 坤 当中新行 我爸 董部长 傅政委 您费心了 我跟老魏啊 谢谢您了 我们会珍惜的 进来吧 我们来向英雄致敬 陆正 老夫 帮我快日子 帮我快日子 现在的世界 每天都有各种争端在发生着 我们看到流血 看到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消失了 我是一个医生 我的职责是去拯救生命 因此不愿意看他 这个世界为了争端而流血 我时常在想 难道这一切 是不可避免的吗 我认为可以用和平的方式 去解决人类的争端 但是我也深知 世界上有非正义的战争 就会有正义的战争 我们就是 要用正义消灭非正义战争 中国有句古话 兵者下下之气 圣人不得以而用之 愿人类指鸽为伍 和平为上 消灭一切暴力 让我们这些 外科野战医生们 都能把精力 把我们所积累起来的经验 都用于救灾 用于救人 让我们高养起 和平人道主义的旗帜 救死赋伤 挽救生命吧 行啊 行啊 吃饭了 你 咋了你回来了 不舒服了呀 没事 没事 大点烧大疼啊 吃饭 真是 你去做个检查好不好 没事 这准米哥走了以后 你就老是心神不宁的 跟米哥有啥关系 喝点稀的吧 我啊 你说坦克给康梅写的信 都写啥了 那我哪知道啊 那他也没跟我说 那哪江老师 那丫头嘴紧 跟谁也不说 八尺是让康梅改家 糊涂了 婚都没解开啥家 是让康梅找别人 咱儿子不想拖累他 是不是 肯定是这样的 要不然康梅也不会那么激动 发那样的事 说那样的狠话 这丫头也快让人心疼了 这样不行 咱儿子都没了 拖累人家闺女干啥 又不是旧社会 靠没有权利 寻找自己的幸福 我们是这么想的 可人家不这样做 那咋办 我总不能说 我们傅家不欢迎你 你别来我们家了 我能说这话吗 我让你这么说了吗 我让你都 你又疼了 这儿疼 没事 我喝口酒就好 你还喝酒呢 你喝什么呀你 你喝口热水吗 真是的 你得让郑院长给你检查检查 他这么忙 不麻烦他了 你连续闻诊随便查他就行 喝口热水 喝点热水 小娃 嗯 实在吃不下去 我还不饿呢 我找到老郑 你不吃行吗 回去再吃吧 抗美的事你也想去 我这么拖着 不是合适 来 你跟女儿谈过没 还是那句话 不假 她不能一辈子这样了 是吧 这种事情勉强不得 过一阵子再说吧 也是 你真不打算考虑 为什么呀 我答应过的 那本事你俩要结婚 但现在呢 现在也一样啊 秋沙爱上大学 你格要参军 我得负起照顾他父母的责任 人富伯伯又不老 用你照顾吗 吴远潮 我更不老 我更不需要你对我光怀别致 可人坦克 坦克给你的心里到底写什么 没写什么 让我好好照顾你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拿了我看 我烧了 为什么烧 你都不留我干嘛留着 也好 什么也好 我们就可以毫无牵挂地 安排自己的生活了 走吧 走啊 走啊 你要是不考我也不考了 魏远潮 你什么意思啊 你有你的责任 我也有我的责任 不要把我跟你绑在一起好吗 你这样让我很不舒服 我也没说因为你 那你说我不考你不考 对啊 我从你的话中得到了某种启发 这也不行吗 随便吧 魏远潮 我跟你是不可能的 我不可能嫁给你 你也不要对我有什么非分之想 儿子 你还真不考研了 不考了 怎么就不考了呢 你不是一直在准备考研吗 我想早点参加工作 开始实践 也行啊 早工作 早挣钱 早养家糊口 你停 儿子 咱们家不是没有条件共理读硕士读博士 也不指望你早早结婚传宗接代 就想能在这学业上能有所成就 妈 那一个人有没有成就 不完全在于考研吧 我爸 我爸他也不也没考研吗 他不挺有成就的吗 儿子 你这句话说的很有道理 但是 以你爹对你的了解呢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搞对象了 想结婚了 所以不考研 对不对 爸 你要是这么说 我就明确地告诉您 没有 而且你们有个饲养准备 我可能 打一辈子光棍的 你这什么意思啊 妈 你不刚刚说不指望我传统接代吗 怎么现在又急了 行 那你们忙吧 我进入看书了 你看你真是没事干了啊 你闲着没事跟他说这些干什么 什么叫不传统接代啊 那我们家能段子绝孙吗 我知道了 咱的儿子都为了一个人 谁啊 抗美 你别瞎扯了啊 抗美不是坦克的未婚妻吗 这现在不是情况有变吗 这坦克不是不在了吗 不行 这事啊 我得找江老师好好谈谈 你别瞎闹啊 别因为孩子 把家长的关系搞得很复杂 怎么会呢 你想想 那抗美是谁的女儿 那老郑的 那她要嫁给谁呢 嫁给老父的儿子 坦克 那坦克虽然牺牲了 那也不能把那个抗美 嫁给咱儿子 那不 这人家能愿意吗 我说你这想法 你这 你这想法不对啊 你能不能换个角度考虑问题啊 你想想 这谁家的父母 不为了自己的儿女好啊 这要是抗美 找不到一个好的归宿 那不光老郑那两口的心里不好受 老父那两口心里也不能好受 咱们促成元朝和抗美 这不光是帮了咱们的儿子 也帮了他们呀 这是三权其美 皆大欢喜的事啊 你别说啊 你这妇人之见很有道理 有道理 那我现在就找他们俩谈谈去 行行行 一有好事就往前拱 这孩子的婚事啊 我还是跟两位妈妈先商量一下 这不用商量了 这还商量啥呀 你说自从我们俩 破镜重圆以后 就没跟他们吃过饭 对不对 咱们把他们两家叫在一起 几个大人咱把这事挑明了 不就完了吗 你这回倒是挺大方啊 但是啊 咱得确认一下 他这儿子心里头想的 到底是不是抗美 远程 远程 你妈找你有事 又干吗呀 儿子 你跟妈说实话 你又说不想考研 又说这辈子不想结婚 你是不是因为抗美呀 妈 你说这个干吗 你就说是不是吧 是又怎么样 那他都说了 以后再也不嫁人了 我又不喜欢别人 我改变不了他 我改变改变自己呗 我说 你们就别老为我操心了 我自己心里有数 你看 我猜准了吧 老魏啊 这事咱得抓紧啊 抓紧 抓紧 老郑 打扮好了没啊 来了来了 来了 你看 您刚刚赶 太烂你后面了 老魏啊 大嫂这凶事可真精神 是啊 精神啥老太婆了 走吧 走 老郑 老魏怎么想起请咱两家吃饭呢 少见呢 怎么 你觉得他憋着用心呢 这老小子 零激动就出坏水 谁知道他咋想的 这小赖总不会吧 小赖 你们俩累不累 人家请你们吃饭你们就去 就是大嫂这话说得对 他们回来了 走 你们出去啊 这怎么今天回来了 学校太吵了 回家写论文 袁超爸妈请我们吃饭 你去不去啊 我不去了 学校吃过了 你们去吧 那行 走吧 好 回去吧 走了啊 回去吧 回去 别睡太晚啊 老魏 这是干啥呀 搞得这么隆重 是啊 这大可不必啊 那咱们就开始 你来说 你说 好 那我就说啊 这个你看 我和金汁啊 这个 分分合合 这个风风雨雨 多亏这两家的嫂子们啊 还有两位领导啊 对我们的这个帮助 你就别假客气了 我替你说吧 祝你们没开二度 再次祝你们白头偕老 幸福美满 来来 话还没说完呢 你看你搞得跟你请客似的 啊 哈哈哈哈 大叔 是是是 哎 我的主题思想呢 是这样的啊 我是想谈一谈关于这个 孩子的问题啊 啊 主要是抗美啊 啊 怎么说呢 你看啊 这个我也知道 这抗美啊 跟坦克订婚了 这坦克呢 嫂子 现在也牺牲了 我 我去 负政委 嫂子 我们不是有意想提你们的伤心事 坦克的牺牲 我们跟你们一样难过 可是呢 我们觉得抗美还年轻 她以后的日子还很长 小赖 你别说了 抗美的事已经成了我们的心病了 江老师 抗美她说非坦克不嫁 我们心里也挺难受的 大嫂 你和副政委的心思 我们都明白 慢慢来吧 这是孩子自己的事 扶贫伤口是需要时间的 老郑 这事可不能慢慢来 不能再多了 把人家抗美的青春耽误了他们 是啊 对 我们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呀 有个想法 这想法吧 就是 我们想促成元朝和抗美这一对 这样呢 也能帮助抗美早日地走出心理阴影 是啊 你们看好不好啊 好 我觉得抗美和元朝顶半辈 到来 这主意好 老魏 这元朝它是什么意思 这你还看不出来 元朝对咱家抗美那用心思不是一年两年了 对 是 我觉得啊 坦克也清楚 是 别看他们老打架 感情在那儿 要不然坦克也不会单独地 给元朝留一封信 对 对 对 老魏 元朝跟你们说了 坦克给的新的内容了吗 没有啊 跟你说了 没有啊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 这坦克肯定是把抗美托付给元朝了 你看 抗美说不考研 我们家元朝也说不考研 这抗美说一辈子不嫁人 我们元朝也说要一辈子打光棍啊 是吗 那就别犹豫了 就这么定了吧 老郑 江老师 你来表个态 是 这 这是孩子们自己的事 就要让孩子们自己定吧 对 对 这别犹豫了 真是好事 坦克这孩子我了解 咱们这么决定 那是坦克希望的 是吧 秀豪 老郑 今天咱们三家子 就达成一个共识 促成抗美和元朝 来 为了孩子们的将来 咱们干一干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他们都吃饭去了 我怕你无聊过来陪陪你 我写论文呢 你捣什么乱呢 怎么叫捣乱呢 你写你的论文 我给你当个小书童 你这书童我可用不写 进来吧 你在外屋看书 我进去接着写 这样好啊 回头呢 咱们分头行动 我孩子那句话 这事不能急 得好好地跟孩子们商量 这事办得越早也好 现在抗美不在家呢嘛 就得回去 跟他吵明了 傅院长还是这脾气 雷厉风行 说干就干 早点安排好的 早放心 俞赖 老魏 人潮交给你们俩了 这抗美我们赐个负责 急啥呀 明儿你就备活了 你看这个 来来 分头行动 来来来来 再进去坐会儿吧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分头 这么快吃完了 臭小子 你怎么来家啊 你们吃饭了 我怕抗美无聊 过来陪陪她 不不 范妈妈 你们都来了 我们都是关心你啊 袁照 过来 过来过来 干嘛呀 站站站站 让我们看看 来站好 你干嘛呀 行 我觉得你不安倍 你说什么呢 是这样啊 靠美 刚才我们几个大人 在一块儿吃饭的时候 就聊起来 说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妈妈知道 你可能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绝境权还是在于你自己 我们认为呢 你应该尽快地 从一营里走出来 鼓起勇气面对自己的生活 我跳不跳得出来 关你们什么事啊 要你们替我操心 靠美 你别这样说 我们都是你的长辈 都是为了你好 大妈妈 长辈就可以干预我的私事了吗 就可以替我做主了吗 靠美 你冷静点 靠美啊 我们不是想干涉你的生活 也不是想替你做主 我们就是觉得 你现在状态不好 想给你改变一下 这个改变 就是把坦克忘了 你们要我忘了坦克 这怎么可能呢 傅伯伯 他俩的感情我知道 是不可能的 所以才想到你啊 我 袁朝 这孩子上哪儿去了 可能是 又找靠美去喽 袁朝 是你爸爸妈妈提出来的 说想让你们两个人 确立关系 希望看到你们 能够成为一对 大妈 你们同意了 大妈妈 你也不要我了 就是 哎呀 康梅 大妈妈怎么能不要你呢 是因为真的唐克 她回不来了 你也不能 大妈妈 你甭说了 你们就吃了人家一顿饭 就把我今后给安排好 你们有问过我的想法吗 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有尊重过我的人格吗 孩子 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我们都是你最亲的人 不管我们怎么考虑 我们都是为你好 我们能爱你吗 你们就是这样 仗着你们是家长 去对我的事情横加干涉 康梅 跟她说话 说您呢 包括我妈 吃了别人一顿饭 就把我给卖出去了 是不是 康梅 还有你 我说你怎么跑回来陪我呢 替你爸来监视我是不是 康梅 康梅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跟袁超有什么关系 我知道你们看我不顺眼 我走上了吧 康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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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姑נה 康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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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你管我 康梅 吴卫元朝是什么样的人 你们最清楚 他们商量这个事 我压根不知道啊 那你跟着我干吗 你跟着我干吗 你走啊 不是我故意要跟着你的 我是受人之托 谁懂不你 谁懂你说呀 坦克 用没有我给你看看 他给我留的信 你不是已经伤了吗 我不想给你造成负担 你放心 现在我这儿跟烧了一样 我不会给任何人看的 我也不会因为这个 给你造成压力 我为元朝不是这种人 元朝 对不起 康梅别这样说 康梅 别这样说 我尊重你和坦克的感情 我知道 感情这东西勉强不得 我会劝负伯伯和郑叔 他们理解和支持你 至于我 我知道 我不是你喜欢的那种男孩 元朝 其实你挺优秀的 你肯定能找到一个特别好的女孩 你干吗为了我 你放弃另外一半 你放弃寻找你的另外一半 寻找你的幸福 你这又是何必呢 这对你太不公平了 你真的没这个必要 你这样牺牲太大了 鼻子坦克这算得了什么 坦克都能牺牲自己的生命 我这也叫牺牲 康梅 你放心 有一天 你碰到了自己喜欢的男孩 我会牵着你的手 郑重地把你托付给他 到那个时候 我再去寻找自己的幸福 真的 你不信 你不信拉钩 尿诺 便宜 保一个保本 从我们的 advice 和世界 疯癸 但是你好 老 advert 只是正常的妊娠反应 你怀孕了 什么时候的事啊 放暑假 我去部队看他 他走之前 你打算怎么办啊 我不知道 死了算了我 胡扯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这是你跟坦克儿的孩子 为了他你要好好地活着 可是我该怎么办呢 袁长 别怕 康美 会有办法呢 我该怎么办 不怕 康美 有我呢 干什么呀 你说干什么呀 这儿子受了这样的打击 心里肯定不好受 你说你不上学校去看看他 还在这儿做得稳稳当当的 你去看他管什么用啊 对不对 跟他说一些大道理 那管什么用啊 那你说什么管用 那你说什么管用 要我说啊 就给他介绍个对象 其实介绍对象也未必管用 你说给他介绍了他不喜欢 对不对 不也不管用吗 那你这说了半天不都是废话吗 行 你不去我自己去 是 你去 你去有什么用啊 说了半天也白答 没准啊 最后他给你来一句 爸 妈 我有一个重要的决定 爸 妈 我有一个重要的决定 决定来了吗 你说 你有什么决定 我决定 马上跟康美结婚 什么 这康美不是不同意跟你结婚吗 她同意了 而且我们要马上领证 越快越好 爸 你得给我们想想办法 不是 那是什么原因 使你们这儿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啊 没什么原因 就是 那会儿他想不通 现在我把他感动了 他想通了 就这么简单 儿子 你爸妈是老了 但是不糊涂 这件事情不能草率 你说康美同意跟你结婚了 这一定有原因 你得跟我们说实话 没错 你说出来我们才能帮你啊 你们真逗 那前两天都是你们张罗说 让我俩在一块的 那现在我俩真的在一块了 你们又在这儿问东闷西的 我和你妈不是这个意思 现在啊 我们也不是不同意 我和你妈就是想知道 是什么原因 促使你们 做了这么一个惊讶的决定 你们非得知道 那 我说了你们可得支持我 你别跟我们谈条件 爸妈对你的爱无人能及 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 不接不行了 他能不能跟我们谈一下 他的最后的同志 就这些事 同志 要贵人的决定 是 我说 我认为这些情法 还需要 他最后的决定 就是了 几个决定 几个决定 的女友 你妈说了 我里面说你 给你 你赶紧问问 这事啊 你当挖措比较好 快去吧 老丈 走 老婆 来吧 走 打两盘 换换脑子 康美回来了 没生他们气吧 没有 这康美回来啊 就跟我们宣布 说是要尽快地 跟元朝登记结婚 好事啊 想通了 我就怀疑这里边 有什么原因 这不 让他妈问去了 你看你 人家想不通你们着急 好不容易想通了 你们有默契 这肯定没人啊 对 问清楚没有 想通了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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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净是瞎手心 行了 那得甭杀了 改天再杀吧 你们扎着 我先走了 好好好 哎 不管你从哪